- 大家好,歡迎收看XF直播,我是新陳,今天我們邀請到的是Iras,Rick - 大概很常熟面孔啦,這幾個月都,欸,就剛好有新品了 - 剛好蠻多的新品,上次是人體工學的那個分離式鍵盤 - 那我們這一次的話是要,也是人體工學的 - 可能就是椅子了 - 說這個我真的等很久,我覺得 - 如果2018年是那個電競椅的元年啊,我覺得那這個,本來2019了 - 2020,現在2019嘛,2019是電競椅的元年,那我覺得2020真的是 - 網易的元年,對,電腦公司的網易的元年 - 這很有趣,我覺得這幾家真的蠻有趣的,就是大家,欸 - 欸,這樣Iras,T202嘛 - 都剛好就是,防腐而同就是,都挑這個時間點來推出他們自己的網易產品 - 但,實際上我們在最早2018年下半的時候 - 其實我就習慣了 - 對對對,我們這時候,我們前年這時候還在這裡介紹我們的T202跟T208 - 對,剛開始的時候 - 那在T202跟T208推出不久之後呢,我們就有接到一些用戶的回應 - 就是說,可不可以要一張比較通風的椅子 - 是 - 因為T202跟T208它算是那種泡棉加上皮革電競椅 - 那電競椅雖然就是做會,相對來說可能盤腿或是姿勢比較頹廢的時候是比較舒服的 - 是 - 但是大家在做這種泡棉電競椅的時候可能都會發現說 - 做久了好像會出汗而且激熱 - 另外會比較通風性會比較不良好一點 - 對 - 那當然很多玩家他在他的遊戲室或是在辦公室裡面都會有空調設備 - 或是可能通風環境會比較良好的 - 有兩支電扇 - 對對對,但是不見得每一個玩家都有這樣的條件 - 對 - 那所以這些玩家就會來詢問我說 - 可不可以有一張比較通風的椅子可以選 - 可以久做的 - 可以久做的 - 因為像有些皮膚比較敏感 - 他可能會起疹症子啊悶熱尤其夏天 - 那有沒有比較更適合他的椅子 - 對 -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就是在T02開始在介紹 - 我就一直在說這個Rica - 因為我自己是怕熱的啦 - 而且我是皮膚比較就是比較敏感的很容易起疹症子 - 所以我對我來說相對 - 電競椅我大概要做30分鐘就要起立 - 要那個透風 - 要透氣 - 那這樣可是你也知道玩遊戲不可能嗎 - 對 - 因為這種皮革泡棉電競椅 - 它的內襯最基本上就是泡棉 - 對 - 那泡棉做久其實都難免會有一個問題 - 就是肌熱嘛 - 那大家坐沙發就可以發現 - 對 - 大家坐沙發的時候可以發現說 - 欸我坐了很長一段時間之後 - 那我突然 - 我就會覺得我背上還有跟或是屁股的地方 - 就是比較悶熱難耐 - 就是比較悶熱難耐 - 就是想要是起來再稍微抖一下抖一下 - 換一下位置 - 換一下位置 - 換一下位置 - 是 - 那我們對 - 我們對這個的解決方案呢 - 就是在T02跟T08上面採用更高密度的泡棉 - 讓它的飢餓比較不至於這麼快 - 是 - 但 - 終究還是泡棉嘛 - 對 - 難免還是會飢餓 - 那還會要求就是說 - 可能玩家會在空調比較強 - 或是通風比較OK的環境下使用 - 所以這個是總總說了那麼多 - 其實就是想要有一張可以久坐 - 通風 - 然後適合台灣這樣比較 - 就我覺得算潮濕的環境 - 悶熱的 - 情況使用 - 那我覺得這種很簡單 - 大家一定會聯想到就是 - 就是網椅 - 沒錯 - 原體功學網椅 - 網椅又有什麼 - 這一張又有什麼 - 特別的地方可以跟大家分享 - 在介紹到這張網椅的特點之前 - 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 其實 - 其實如果去年2019年ComputeTest - 有來我們Iros的攤位的話 - 或是有看過類似的報導的話 - 應該都會注意到說 - 我們在2019的時候 - 其實就已經有一張初步的 - 偷白一張 - 對 已經有偷白一張 - 最初的網椅工程樣品 - 沒錯 - 那時候其實也收到 - 不少玩家很熱烈的反饋 - 所以說我們也把這些反饋 - 就是直接整合在我們進 - 我們這支的產品裡面 - T05 - 對 T05 - 是 - 那所以 - 其實 - 大家現在看到其實我們中間這張就是T05 - 那它出貨包裝其實就在我們後面這樣 - 這裡 - 那基本上因為這個已經算是半組裝好了 - 就是你回家你只要把那個爪盤 - 然後氣棒 - 然後椅子裝上去就搞定了 - 對搞定不用動到任何一個螺絲 - 不用動到任何一個板手之類 - 但是我們還為了保險期間 - 我們還是會在包裝裡面附上一組 - 那個就是 - 扭力板手 - 對 T字板手還有跟扭力板手 - 那您在就是扶手或是想要拆卸扶手或是拆卸其他地方的時候 - 可以就是當 - 就自己動手 - 對 - 自己DIY - 好 - 王毅就在這 - 那他特別之處是 - 好 - 那我們現在就來慢慢介紹T05的特別之處 -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 - 其實T05這整張外觀 - 就只有兩個字 - 就是通透嘛 - 對 - 什麼都沒有 - 什麼都沒有 - 那也甚至 - 不是什麼都沒有 - 就是除了網部以外 - 就是純粹的通透 - 為什麼 - 因為我看很多品牌不是還是喜歡 - 這個 - 大家都好朋友 - 我們說說Edward的想法 - 對 - 我們來說說我們當初就是做第一張網椅之後 - 然後究竟接觸到什麼樣玩家的意見之後 - 才會誕生出T05這樣產品 - 首先關於頭整的部分 - 我們可以看到T05的頭整 - 它其實是整片的網部 - 沒錯 - 你可以看到我們手在後面這樣 - 它就是用骨架的 - 對 - 它就只有骨架 - 然後基本上就是網部來組成的 - 是 - 這網部 - 為什麼會這樣子做 - 那為什麼我們不去做 - 就是最一開始做過的皮革 - 皮革 - 然後可以做一些特... - 就是一些識別嘛 - 對 - 這一開始會想做PU皮革的原因 - 就是因為這頭整 PU皮革其實在上面可以去做不同的刺繡 - 那可以把我們Logo大方的就是秀上去 - 那增加皮革的識別度跟整體的造型 - 沒錯 - 那可是我們就想到說 - 欸 - 網椅這個本... - 這個會去買網椅的玩家 - 基本上它就是為兩個字就是通風嘛 - 通風 - 那頭部也是相對比較容易出汗的部位 - 也是會悶啊 - 也是會悶熱啊 - 那為什麼我們要用就是一塊PUJ去做 - 可能就是比較不悶熱的設計呢 - 所以我們才換成 - 就這種大面積的... - 圈網部頭整 - OK - 所以這是重點來了 - 圈網椅他沒有說為了要好看啊或什麼的 - 不好意思 - 再特寫再過來一下 - 那Logo到底跑去哪裡了呢 - 好啦還是有 - 對Logo還是有的 - 就是我們還是會 - 還是有一個Iros名版 - 那不得不說這個網椅數了點 - 可是他在骨架上是真的倒是... - 倒是有點騷包 - 我們在骨架設計上面就是 - 除了歐字型的通風骨架之外呢 - 那我們在骨架上面 - 也有做一個暗紅色的碳纖維紋路 - 所以你看到這也是比較少見的對不對 - 像一般不是這邊都會在一些支撐點嗎 - 讓一些網椅去做起來會可以更撐 - 那我們就是用歐型的支撐方式來去做 - 來去做T05 - 為什麼會用這個暗紅色的碳纖維 - 最主要是因為 - 當初我在發想說希望就是說 - 想要做一張 - 看起來好像沒那麼素 - 看起來就是比較... - 有點電競風格的元素 - 但是就不希望就是玩家在可能自己的辦公室 - 或是比較喜歡低調的玩家使用的時候 - 會覺得說好像會招惹人氣 - 它比較不... - 比較... - 不OK的目光 - 不要太高調 - 但是也不要太... - 也不要太單調 - 沒錯 -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設計 - 在整個結構上 - 然後外觀上 - 然後做的蠻特別的一個股價設計 - 那好啦 - 王毅 - 所以這個網面是使用的是... - 這個網面使用的是美國Matrix的高彈力尼龍網部 - 所以這算是業界公認的好嗎? - 算是業界公認數一數二的網部 - 那在支撐性上面也是相當的完美 - 無論是頭枕還是... - 就是腰部的部分 - 還是... - 坐墊的部分 - 我們都是直接使用Matrix嘛 - 那另外... - 也有些玩家會問到說 - 頭枕的部分是不是可以調整 - 對,沒錯可以調整 - 它可以上條跟下條 - 然後它也可以直接就是去做擺頭 - 讓你的頭枕 - 還有跟你的頭部取得最完美的曲線 - 好啦 - 最伏貼的曲線 - 再來一個狠一點 - 是 - 網椅不是都會比較怕說它久了會塌或什麼 - 那這張它在設計上有沒有什麼去把想辦法克服這個問題 - 傳統網椅一般都是就是... - 由釘槍去釘... - 去讓骨架還有跟網部去... - 釘合 - 然後再用螺絲去把骨架跟骨架直接... - 把它鎖住 - 把它鎖住 - 我們在TN5上面用的是 - 比較接近專利的技術就是... - 我們直接把網部包覆上骨架 - 包覆上骨架 - 並且讓它跟下骨架去做夾合 - 是 - 所以... - 在製作的過程中呢 - 網部跟這個骨架是會融為一體的 - 這就是我們在逛網上... - 所廣告的一體成型骨架 - 所以就是... - 它整體來說是跟我們不一體成型 - 簡單來說就是他們這個在骨架射出的時候 - 因為這是塑料件嘛 - 他們就做一個上骨架跟下骨架 - 然後中間有一個字句 - 去把這個網面繃住 - 繃在那裡 - 然後再把上骨架再加緊 - 然後做... - 這樣的一個影像 - 不是所謂的影像 - 所謂的一個... - 射出技術 - 射出技術 - 所以說... - 等它說它椅子做好 - 它這個框架跟網是已經合在... - 合為一體了 - 你不會說這邊割一割 - 然後網就可以撕開 - 這撕不開了 - 對對對對 - 這可以盡可能的去減少 - 就是說你做很長一段時間之後 - 可能... - 旁邊會... - 旁邊會就是... - 莫名其妙就是因為... - 可能... - 可能釘槍那時候 - 那個釘子的鬆脫 - 然後就導致可能開線啊 - 或是... - 中間可能會有就是... - 就是... - 非常明顯的崩落等等的 - 所以這也是我說的 - 那時候我第一次看到 - 欸奇怪... - 像... - 比較常見很多都是在腰這邊 - 會再有一個塑膠件去支撐 - 那為什麼這張沒有原因 - 其實除了一個是這一個之外 - 再來就是它的O型骨架這邊 - 又故意把它做一個突起 - 又把它做一個突起 - 去把這邊... - 這個... - 這個靠腰這邊整個撐住 - 所以讓它可以整個撐起來到這樣子 -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算是... - 在整個設計上 Iros是有找到蠻不錯的一個廠商可以合作 - 而且這應該是... - 那用的網部其實... - 就是它的彈力 - 基本上也是屬於高彈力的網部 - 所以說它在腰靠方面是比較... - 相對來說是比較不小 - 支撐性是夠的 - 對支撐性是夠的 - OK - 再稍微大家提一下 - 這個技術還有一個特點 - 就是說 - 你在正... - 一般網易你在正面的時候可以看到它的... - 你可以看到網部的骨架 - 是啊 - 它正面完全看過任何骨架 - 它是直接由網部包覆... - 包覆正面的骨架 - 那這個有什麼好處呢 - 這個在外觀上來講會比較有一體性 - 那另外再加上... - 就是極致的通風 - 對極致的通風 - 那我們剛剛其實有聊到... - 就是說... - 也不是說做一座好像做... - 可能就是... - 好像有壓到骨架或壓到哪裡 - 基本上就是網部 - 如果你下天... - 冷... - 你就拿一台冷氣往後... - 吹... - 涼... - 這是O型骨架的好處 - 冬天冷... - 後面白台那個... - 白台暖爐... - 白台暖爐... - 直接... - 當然就是... - 距離上要拿捏好啊... - 不然... - 畢竟網部還是... - 所以... - 通風的好處啊... - 我覺得這也是... - 我覺得... - 王瑜為什麼能做久的原因之一... - OK - 呃... - 再稍微講一下一個背部的特點 - 就是我們這次特別選用的是... - 加寬加大的椅背 - 那在就是... - 那可以直接... - 更好的... - 讓網部去服貼你的肩膀 - 是... - 而不會說你的... - 讓你的肩膀去卡到骨架等等的位置 - 同意... - 所以它整個外框架是加大... - 外框是加大... - 加大加寬的 - 你不會轉個... - 靠一下然後就... - 你不會靠一下就發現... - 欸我的肩... - 我的肩胛骨或是什麼地方頂到骨架... - 頂到骨架... - OK - 這是特色之一... - 在設計的時候所... - 考慮到這些點... - 再來我們看一下椅墊的部分... - 那... - 既然就是導播都已經帶了特寫... - 我們就... - 完全不要浪費這個機會... - 我們看一下椅墊的部分... - 這裡... - 你可以注意到... - 你可以知道椅墊下方是完全沒有任何支撐性的泡棉... - 是... - 對... - 一般的網椅我們都可以在就是... - 腿部... - 大腿前緣內側的地方... - 會有一塊... - 會有一塊... - 會有一塊支撐性的泡棉... - 是... - 那由於這個網部本身支撐... - 支撐性是相當良好... - 喔... - 所以說就可以... - 所以我們都在製作的時候就可以直接選到這塊... - 可能... - 就是用久之後可能會卡張或是... - 它現在泡棉... - 對... - 一般不是這邊都會有一塊... - 有一塊可能... - 泡棉啊... - 對... - 避免你的腿去壓到骨架... - 壓到骨架... - 讓你... - 就是大腿下方這邊比較舒適的一個設計... - 那... - 因為他們這一張它的彈力過... - 而且它是整個... - 對... - 一體... - 一體成型的技術... - 一體成型的技術... - 所以可以達到這樣的一個效果... - 它就是做到一個所謂有點... - 有點下墜式的一個下緣... - 可以去... - 讓你在做的時候你不會頂到骨架... - 而且你會相對的舒服... - 而且你的大腿還是被這個網部支撐到... - 完美的支撐到... - 好... - 在清潔的時候就是... - 有一個優點就是說... - 就是你可以直接就是拿一個刷子... - 或是拿一個濕布... - 直接稍微擦過去... - 這樣就OK了... - 那不會像泡棉可能就是... - 在保養上面就會相對比較麻煩一些... - 就是怕... - 對啦... - 泡棉就是很怕麻煩... - 好... - 好... - 所以... - 網椅的基本就是這樣... - 就是要透氣... - 要透氣... - 要好做... - 給大家做的一個舒適... - 那除此之外呢... - 其實椅子還是有一些... - 基本的要跟大家分享的嘛... - 比如說我的... - 這個... - 這扶手... - 你會注意到... - 你會注意到... - 好像除了上下之外... - 好像有點難搬動對不對... - 是不是感覺有點像2D扶手... - 差點想要... - 好像完全... - 好像完全搬不動對不對... - 對... - 因為這是我們導入的是... - 全新的... - 先進行4D扶手... - 他在按下這個鎖定鍵... - 就解鎖鍵之前呢... - 它是完全... - 它是完全無法搬動... - 就... - 對... - 就不會... - 你不會碰一下就... - 對... - 那如果用過T12跟T108朋友... - 應該都會知道說... - 我們原本用的就是... - 可以讓你自由去轉動的... - 直接轉的... - 對... - 可以讓你自由去轉動的把手... - 那這是我們導入的鎖定的功能... - 那你可以在... - 就是按下這個開按鍵之後... - 很輕鬆的... - 就可以去撥動... - 它的前後左右擺頭還有跟間距... - 就是看你想怎麼靠就自己撐了... - 對... - 那上下就旁邊... - OK... - 所以這個就是... - 好的意思是... - 對... - 這是新的... - 這就是新的... - 我們新導入的... - 師弟扶手... - 好... - 那還有什麼可以講... - 那還有什麼可以講呢... - 當然講的可多了... - 還有... - 還有... - 還有一個就是它的... - 就是它的逍遙模式... - 就如果你想要就是... - 在做的時候可能會比... - 可能會比較... - 想要可能... - 你要躺一點... - 我總不可能就是... - 一直正經為主... - 你要躺一點... - 我可能處理到比較很多很煩的事情... - 就會想說喔... - 稍微休息一下... - 可以... - 對... - 這裡可以... - 去做最大27度的傾斜... - OK... - 嗯... - 27度... - 差不多... - 就是... - 也有傾斜的功能啦... - 對... - 可是不能像... - 應該是不是也不能像到... - 之前電競椅... - 整個快接近躺平而已... - 接近躺平的部分... - 因為考慮到重心... - 還有跟... - 對... - 還有跟股價強度的問題... - 那建議就是如果有需要... - 躺平超過150度以上的玩家... - 去躺床上... - 對... - 不是去躺床上... - 就是可以... - 考慮購買我們的T02 Plus... - 或T02 Plus... - 有改過的... - OK... - 對... - 好... - 這個部分... - 就是... - 泡棉電競椅做的比較好... - 就是它... - 躺平的能力是比... - 還要講... - 這個我們也實話實說啦... - 讓大家可以在辦公室稍微... - 躺... - 稍微... - 休息一下啦... - 中午午休的時候稍微... - 休息一下... - 或是在遊戲... - 遊戲空閒的時候稍微... - 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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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我記得這個椅盤是不是也可以調 - 為了符合更多acho... - 就是更多不同身型的需求... - 我們在T15上面有做一個... - 乙墊滑軌的功能 - 他你要按住這個把手... - 後後欄ки... - 聯名一手壓珠椅背... - 另外一手拉珠椅背... - 另外一手拉珠椅背... - 就可以直接... - 往前... - 調整... - 往後... - 這個... - 左下... 往前往後 然後來去 然後讓這個椅子更好去適應 好低 所以整個美國Matrix的網路 框網一提成型 然後整個彈力相當夠 那我們覺得是不是 我看看 通風力也是相當好 那另外還有一點就是 剛剛忘記提到的就是 他是Made in Taiwan 對對對 這是Made in Taiwan 我想應該那麼多人在線上應該 也是想知道 因為我知道這個已經開始在預購了對不對 對對對 那哪裡可以試做 我覺得這種椅子真的是 不是我們這邊講半天 我覺得有機會一定要去試試 還是說你有錢就沒差 對 那當然就是 也不能這樣說 因為有些玩家就會考量到 考量比較多嘛 比如說 我想知道他到底能做 能通風到什麼極致 或是 到底有 就是 沒有要靠行不行 或他的網面支撐力夠不夠 沒關係我們都有提供試做點 我們在北中南各有一個試做點 OK 北部的部分 我們是在台北原價屋 台北原價屋 台北原價屋 那台中跟高雄 都是在PC Party 後面會陸續行程 詳細的地點就可以在那個 艾瓦斯的粉絲團詢問 或者到時候他們找一下 他們應該會有一些 應該有PO文 有說有哪些點可以試做 可以在我們的粉專找到 就是預購的店家 還有跟試做地點 OK好 所以這就是已經開始預購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試做 那好啦 我們應該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試做的心得了 要嗎 又直接這麼講嗎 不然他們跟我來 comment 請講吧 好啦我自己做 我昨天 就因為我昨天剛來 然後就把他大概稍微組裝一下 組裝過程就像我剛說的 他其實就是 已經算半組好 他不像之前要裝椅背雨墊 這不用 這不用所謂的螺絲 已經半組好 你只要把你的輪子拿出來 然後你的氣壓棒 放上去 不要亂放 他有一個 他有一個方向性 放上去 然後再把我的椅子 刮下去 OK 轉換臉 就是這樣 那我做起來的時候 我第一次遇到 我是真的覺得 哇這個網面 真的是有彈力的 因為一般像我們網椅 做下去就是做下去 做下去就是先下去 他就是剛好就撐著你那個型 那他這個我覺得 第一次做我覺得 他真的是有這個彈力 那再加上他後背 這樣的一個 依靠性我覺得不錯 然後再來就是他 通透性 這就是 這也是網椅的一個好處 那綜合這幾個點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不錯 做起來是舒適的 那只是說 那時候我們 跟老闆也有討論到說 就是他這邊下 就前面比較兇 所以就是 如果你喜歡盤腿做的話 就會比較 你要練一下 這個客觀來講 的確是比較不太適合就是你 要練瑜伽 坐姿非常頹廢 就是你握佛做還可以 但是盤腿 盤一隻腿勉強行 但是如果你要把所有腿排上去 不好意思 這張 我就建議 T&T吧 是 嗯 所以我自己覺得說 做了幾次之後 我覺得還不錯啊 有點想留下來 那因為我本來 我也是喜歡做王毅 所以我覺得 他這個彈力真的是有讓我 哇 原來 王毅可以有這樣的彈力在 那 他也可以 因為他也 強調他們這個是 屬於一體成型的 所以相對說 他的網部的支撐性上 也相對可以更久 所以這 綜合這幾個點來說 我覺得這一張其實算是 整個在品牌裡面來看 我覺得算不差的啦 而且 就像剛剛也有提到 他不會為了造型 而且再把這邊改成 呃 我們基本上 當我們那時候 最早也有考慮到說 能不能在後面加一個 裝飾性的被蓋 或是 就是 在就是 比方說在頭枕 或是在其他地方採用皮膚 大家如果當 當時我看到 那你送個抱枕 對 當時我看到2019 就是我們看到TES 打印的時候 發現說 我們其實在儀面還有跟 呃 頭枕的部分都是 就是又採用就是 縫一些P或裝飾上去的 那後來我想說 那你們為什麼要做網椅 對啊 對 因為 基本上會買網椅 就是考量到說 我就是要通縫 啊你可以做一個 所以 所以後來我們就 網椅那個 包包啊 或那個抱枕啊 這也是 這個也是會是一條 OK 先看許願池 只削了多不多 呵呵呵 如果多的話就可以了 我自己做我覺得 舒適啊 就是它這個彈力啊 我覺得不錯 那高度也可以挑戰 然後滑滾 滾輪 移起來算是 我覺得蠻安靜的 可是雖然它沒有到那種很自走 就是會比較 就是會比較 你要推要稍微有點用力 然後不會到 很容易自走 的情況 那滾輪是安靜的 整個移動的過程 我覺得OK 所以我自己做網 我就覺得還蠻喜歡的 只是家裡有一張已經買的 有揪換型嗎 呵呵呵 這個我們考慮看看吧 呵呵呵呵 好 如果玩家有什麼想問的話 可以趁現在可以 趁現在直接 面對面溝通 因為我只能說真的啦 電子營那時候就是 大家發現 坐起來真的比較有精神 那種 要開賽車 要出征的感覺 所以那時候電子營就是大家 好看好做 然後看起來又帥 就 有這個市場在 而且 在普遍就是我們在電腦的通路 玩家都還蠻喜歡的 那 到 頭來還是會有遇到我們 像我們這樣的人 就說 到底 我需要一張通風的 那為什麼市場好像缺乏這樣的 角色存在 那現在有了 對今天就有了 今天所以跟你討論 喔靠欸 你這樣一說 好幾家都會出 OK 好啦 那我覺得IOS這個是 他們真的有 有找啦 就是有花時間找一下 去研究這些 在 因為這本來就是家具行的東西了 真的是 家具又是另外一個 事業群 那只是說 剛好大家觸類旁通 就碰一碰 椅子就做了好多張了 那我覺得有機會可以試試 試做過 你會知道說 網椅到底為什麼好 那當然如果你 你天生就是不怕 不怕熱也不怕悶的 或是空調環境OK的 OK的 那電競也帥啊 嗯 現場有沒有其他顏色 有沒有其他顏色 呃 關於顏色部分 T05目前有提供三種選擇 第一種是 目前我們這邊的 銀輝 還有 還有亮橘 還有跟海軍藍 海軍藍 那 橘色的部分 我們是在高雄PC Party展示 是 藍色的 我們是在高雄 我們是在台中的PC Party 所以 三個顏色都可以買 對 現場這邊是 因為空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走 灰色這一張 是 銀灰色這一張 所以有顏色可以選就是了 對 有顏色可以選 就三種顏色啊 如果大家有想看的話可以去現場看 其實就是換顏色啊 剩下的是一樣的 那骨架的這邊也是一樣對不對 對 骨架基本上都是直接採用暗紅色的碳纖維 是第一 好 所以現場是有 各家的顏色會不一樣啦 那就是看現場的 他們擺的而定 那不過你買的時候是可以選擇你喜歡的顏色的 好第一 我們官網上也提供非常多的情境圖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沒錯 稍微看一下可能 橘色是怎麼樣 橘色是有多亮或是多暗 那去挑選你比較喜歡的顏色這樣 好 那張 你這張 你做下來 你覺得如何 你給他幾分 呃 殘酷下的考驗太難了 我覺得超過100分 很好 100分 好啦 所以你也 其實我那時候跟Ruke的 他也是 其實他跟我一樣也是比較怕悶熱的 嗯 特別是就是 你並不是每天都會很想開空調或是想要去 可是你都要每天坐在電腦前 這樣無奈 是 相對來說比較無奈一點 所以你就需要這樣好的椅子了 嗯 有人說有點可惜 如果可以躺170就真的完美 呃 這個牽扯到就是王儀本身 一個 王儀本身的結構還有跟就是平衡性的問題 所以 呃 要做 要做就是傾斜角度比較大的話 那 還是建議電競椅 不過這個 不過目前 Tim5已經可以做到蠻大的傾斜 建議就是大家 可以去試做看看 好 可以直接店家那邊傾斜是沒問題的 但是不要做太絕對 就試做 對 如果沒有人敢應該是還好 不會有人敢 放心放心 大家可以試試看 就是 就是試試看就是他消耗模式 大概可以 有沒有就是符合你的心意這樣 有沒有符合你的 你的身高寬啊 然後你的頭疼啊 那些高度 然後你可以腳這邊 我覺得主要是 下邊這一塊啊 如果你真的是習慣盤腿 或做比較大的椅子 所以這樣會 你稍微要考慮一下 那不過我覺得 還是有他的改良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靠一些 放一些腳枕啊 或什麼的去 改變這個 這個 這個小 算 習慣啊 OK 那 好 好 看看喔 所以大家還是蠻喜歡用糖的就是的 然後就是我們剛剛有提到啊 他已經開始預購了 對 那目前我們統一會在4月27號陸續續發貨 4月27就發貨 所以 啊對 因為這是made in 台灣 所以大家也不用擔心說 會不會因為疫情啊 卡住啊 然後貨出啊 然後這個不用擔心 這是不用擔心的 所以made in 台灣 OK 不用怕 就你現在下單預購 427就 1 單出貨 那前80位就是 直接預購的朋友呢 我們會再加送一個 一個 一個 就是 變細胞 變細胞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大家可以稍微在各個通路看到他的 就看到這個變細胞的照片 那 你可以決定一下說 要不要趕快來下手 喔 怎麼說 因為他的設計比這個 等等等等 這個比白好很多 這樣就好像 燈燈燈燈燈 好很多 不會卡飛 所以這應該是這個玩家有在做這一張吧 嗯 所以你也知道這一張 不是 我已經做一段時間了 喔你已經做一段時間 你也是做這一張 對 我在辦公室 自從就是聽五開案以來 基本上我就是在做這一張 每天都在做 每天都在做 會給他不同的壓力測試 OK 那目前網部其實 基本上沒什麼太大問題 OK 其實每他些任何問題都沒有 有人說要可以看一下做的時候會 後腰可以貼到椅背嗎 其實我記得 我記得是可以 這樣 嗯 因為我都黑了 所以這樣 應該是有啦 就是大概貼到這 那我這邊 屁股後面這邊還留一點 手的空間在這邊 嗯 這樣 那我是覺得他這個 這這一次我是真的覺得他真的有彈性 就是他這個網面下去的時候 你會有那個 彈力是吧 對我們選用網部的時候 選用就是彈力比較高的 高彈力網部 所以說你可以靠到這個 大概你的背會靠到這裡 就是你的腰 腰椎這邊會靠到這邊 那你屁股大概會留一點空出來 那如果你要再做到貼也是可以 就是我可能要再把這個 往前拉了 移電滑座 所以就是看各位要怎麼做 哇 對 現在有人說他才會卡片 感謝寶波自動幫忙發射 所以的確就是 這就是他這樣子設計這個 這個O型 比如說這個O型的這個骨架的什麼用意 最主要是通風 當然最主要是通風 通風也怕你去撐 就是頂到 然後 因為畢竟不是每個人的身形都一樣 嗯 那或者坐姿 所以這就是在設計的時候 有考量到這一點 所以在 整個骨架的開始 就設立啊 然後在他 到他們整個這個 網椅跟骨架的一個結合 所以去做到這些設計 那我自己看完 我會覺得 我是有點 有那麼點心動 只是現在我家裡已經有一張了 我現在想要怎麼辦 可以再買一張 OK 好 他們 清楚了 所以 北中南都有 對 對 大家也 非常建議各位去試做 一定要去試做 因為 畢竟如果你真的想買一張好的一隻 做了真的是 不會吃虧啊 就當作 花個時間出去走走 去吃 去找下 這個試做點 就可以找到這個試做的地方 那你就可以感受到這個 AROS T5 新的網椅 到底 好不好 適不適合你 然後呢 那我想想我們還有什麼 我們還有什麼沒講嗎 沒有啦 對對 我們都在找 美國網面 然後一體式成型的骨架 然後極度通風 極度通風 超通風 然後 Made in Taiwan 所以不會延期 也不會卡貨 所以有興趣的 可以參考 IOS 在粉絲團上已經有一些消息了 所以有興趣可以參考那邊 那之後我們也會再 把之前我們拍完的一些開箱 再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個 最後我們到底試做後 要花點時間試做後 我們再跟各位玩家分享我們的心得啦 好啦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這個 IOS T5 黃椅的第一次開箱直播 那已經開始預告啦 有興趣有沒有 可以參考IOS的粉絲團 那我們就 感謝Rick 來帶來 終於帶來一個 我們 期待已久的 王毅 對 我自己本身也很期待 希望你們應該會造成這一波 後面後繼王毅潮 這張椅子有限高嗎 沒有什麼限制深不深高的問題 因為它基本上 就是可以 透過就是調整 有高度調整 然後又可以調整 就是緊整 那建議 建議 因為每個人的乘坐姿勢都不太一樣 所以就還是老壞一句 建議試做 OK好 所以沒有限高的高度問題 所以就不用擔心 好啦 那就感謝各位玩家的收看 我們下週見 掰掰 掰掰 請問或是個電影 請問請問